我是肥豐 我是肥豐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eddy 阿柱我和阿楓一直都是Pedd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刑棍夢工場 刑棍夢工場 神奇頂級招職 真厲害 但是什麼 我想說 我們說我們又殘虛了 這傢伙的肥豐 他最近操得很激 操得很硬 他是假操 什麼假操 他是假操 他看上去覺得他好像操得很癢 但你相信我 以我們所認識他的性格 他不會那麼有恆心 他一定是那個操的地方 有些東西吸引他 是否有女兒 是否有女兒吸引你過去 是 有一個神一般的男子 所以很吸引 神一般的男子本身是我朋友 我們已經很傾慕他 個個都傾慕他 什麼傾慕 簡直是純敗 是否摸到他的手 那些病就會痊癒 不用的 你親吻他的腳趾就可以了 親吻他的腳趾 還要等他操練完兩個小時之後 親吻他的腳趾 這個中年危機 其實我們下半部有另一個 topic 因為中年危機 我覺得要講太多要講 可以嘗試多些中年馬一佬 想來一起講 亞視百人系列 全部找到中年馬一佬 分歲八年 講一下這個怎樣規法 那個怎樣規法 講一下 或者有沒有成功轉規為形的例子 其實也是 都要找一些轉規為形的例子 轉規為形有沒有呢 沒有 但貼到的有 譬如說我們知道狼狗哥 狼狗哥的場 因為他是一個權益教練 你從來沒有規過你 一定要先規後 即是曾經 回復正常也好 因為曾經正常 Candy Candy算不算 Candy算不算是正常呢 Candy好像 Candy是晚清 但Candy的感覺是現在也很虧 現在是虧到一個點 我看到他也覺得他很虧 他是虧過我們兩個 是 那個Ranking來計 找一集叫Candy上來講 他現在 對數幾年的轉變 不是 我想到一個 如果真的轉規為形 近年我們認識的人 當中有一個 肥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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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Sam瘦了之後 是真的有種轉規為形的感覺 他又保留到他肥肥的那種可愛 不是 因為他肥 因為肥Sam很肥 還是很肥的時候 感覺都是虧的 但他現在的肥Sam 現在的感覺是精神 他的感覺是精神 他後來可以 叫一些老友寄上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究竟 究竟怎樣可以由虧轉型 今天下半部 就是講一隻虧了的牌子 是的 人又虧了 有些牌子 都會虧了 即時虧了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呢 因為有新聞 話說A&F 就是在說 那他的仆街 就不會租了 中環那間店 其實都猜到他最後還是受不了 他那時候 我們應該要回一回顧 他那時候 入處中環的時候 他找了一大堆 那些見石的大隻佬 又任那些女士 穿了紅色短褲 都不是短抽水 石石 他那是內褲 那時候很有聲音 那一定有聲音 那時候有很多女士 去摸她的球 摸她的球 摸她的球 又被她抱著 其實如果她在中環開一間 Victorian Secrets 我也可以抱 叫她摸摸模特兒女女 你可以摸摸 我們可以過去摸摸 你過去嗎 我那時候也有這個迷思 你過去嗎 你先回答我 你先回答我 我過 我過 但我只是想說 夠膽過的沒有多少人 因為那個情況就是 你瘋了 你這樣說 你以為沒有什麼人過 就有很多農友 自己衝過去 但是那個情況就是 當時我是很 這宗ANF的紅褲子 被一些女士走過去 又抱 又被她抱 又揸她的球 我是覺得很難不憤 那時候他們說到 好像是潮流活動 港女 藝ABC 解揚鬼子 全部擁抱她 去揸人家的球 然後大家說 你上傳照片 好像盛事一樣 為何你心心不憤 心心不憤 我當時就是想 處港的情況 如果轉換了 是Victoria Secrets 請了一大堆大寶妹 然後就出現了 任我們駕駛 等等 我們的玩家 就會被人扔到反逃 那一刻我就會很生氣 這也是 所以這件事 我懷恨了四年 所以我沒有扔過那間ANF 其實ANF我也沒有扔過 因為我每次在中環地站出來 ANF其實是在香港 瓜柴其中的原因 他一陣味 趕走那一刻 他一陣味真的很趕走那一刻 他最壞的是 走到那條小巷 地鐵站出來 那陣味 他不是那陣味 是散得出來很厲害 你一出來那一刻就已經聞到 其實我是很怕聞很厲害的香水味 因為我 而且他那陣香水味 都不是香 勁得來是不香 是很假的 是很假的 還有另一個牌子也是這樣 只是那陣味都被他搞到你不想進去 是吧 是吧 其實我想 如果你現在真的開店也好 你賣時裝飾品也好 賣時裝飾品也好 你想放那些味道進去 其實你要很小心 也是 我覺得是很趕客的 那陣味 A&F 我不知道他什麼什麼 溝出來 那陣味 我記得最初有的時候 已經是十年八年前 他叫自己那陣味 是Signature 最初是賣了一瓶瓶香水 跟著 開始我們在美國 最初只是賣香水 後來我們在美國的舖 開始聞到一些 應該他當時 就只是店員 身又噴了 但是他開始後來 是走火入魔 狂 即是 整間店很睡 我不知道他點了 還是他弄了幾個 那些香水包 在一個冷氣槽中 就是這樣飄出來 那些人不是說 那些賣食的炸雞 他噴一些假味出來 泡芙那些 其實是有些假味 不停在抽到 抽到 我懷疑他 都是這樣 沒理由厲害 都這樣 很難說的 你賣香水的攤打也沒有厲害 因為我很怕 譬如他的賣香水攤打 他的化妝品味 我也是很怕 那些化妝品姐姐 那種 叫什麼 假的化妝品味 已經聞到 聞到一點點 有時太厲害了 一般正常人出門 你不會弄得這麼厲害 所以NNF現在沒有了 其中一個死因 他沒有了之後 我覺得那個位置 真的輕鬆很多 他還沒接 如果他沒有了之後 你起碼走出那個地站 你會覺得死因 他可能開一間超大型的ENISO 你會問他 另一隻未攻佔你 你知道他就找了一大堆的文青摩道女女給你摟嗎 但我在那個位置 應該沒有地方 A&F之前 那間香港那間鋪 旗艦店 前身就是上海 上海灘 真的租了十多年 上海灘都已經接到 然後 上海灘被港燈走了 當時A&F租那間鋪 是用了七球東西的港幣 七百萬 一個月租過港幣 七百萬一個月租過港幣 現在應該不用 現在我不知道 接收的應該不用 你看看 現在你原本 那裡是什麼 那一二年的確 是VTEL 零售業租金最瘋 你看看 Editas那裡去三層的玩法 我相信他那個租金都是很便宜 不知道 應該都是便宜 應該沒有人在附近 如果不是Editas 不會在那個位附近 這樣一次租三層 沒錯 所以他那時候七球東西租 我都覺得 有沒有那麼瘋 但誰知道 之後的租就一直破 破破破 但當然大家心裡有數 如果你是開這行的 或者你是對零售業有認識 A&F他根本就不是為了 撿你香港那些生產 所以就開一間這樣的旗艦店 其實當時 他已經開始一個計劃 就是將他整個牌子 打入去亞洲不同的國家 你放一間在香港 其實對他開中國市場 是有幫助的 是很有幫助的 特別是那段日子 所以所有牌子 即是四五年前 香港是有很多大量的自由行 但其實有很多狠狠 他是為了插旗的大陸 就開放在香港 但其實有很多狠狠 A&F的衣服 其實跟金利來 是沒有分別的 A&F 你覺得像金利來嗎 我覺得差不多 為甚麼 都是一些老一輩 即是你那個年齡 那個年齡 那個年齡 那個感覺 那三本身不像 孟特嬌那類 在我眼中 因為你們第一次接觸A&F 是甚麼時候 你第一次認識A&F的牌子 是甚麼時候 是Polo Tea 我 就是阿柱那個年代 即是九七、九八 那時黎明 那些人說他穿A&F 然後跟舒淇 一起穿 情侶裝 那時甚麼 一本便利 還是Don't touch 還是一仔 那些 在那裏講完美式 潮牌 那時美式 Casual wear 還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有毛 但當時A&F 還未去到很爆 應該是說他那種美式 即美式的年輕人衣服 我不知道 這是我自己的偏見 我一直覺得那種美式的年輕人衣服 跟香港穿孟特嬌的阿叔的打扮 是很相似的 其實那個意思 對 只是演繹手法不同 其實只不過衣服的質料 可能差一點 但其實穿出來的感覺 其實是一勾樣 他贏的贏的是鬼佬 很簡單 又是這個 主軸就是贏鬼佬 因為很簡單 譬如我見到有些人 可能穿A&F 穿件Polo Tea 之後穿牛仔褲 之後穿一雙皮鞋 反不反領 不反反領 後髮 我當成這樣 之後我再看一看 一些大概五六十歲 好像黑社會裡面的東莞仔 東莞仔那種打扮 其實感覺上 他們是朋友 應該這樣說 東莞仔就是會醃了一件衣服 去牛仔褲裏 其實他拼出來 是差不多 其實兩組打扮是完全一樣的 遇到一種新的見解 但是那個情況 其實Pattie也沒有說錯 因為他 A&F 他那條主軸的脈絡 是美式 casual wear 然後 懶得有什麼 行不封 那些 但其實這件事 你好像他在說 九十年代尾 二千年代 頭開始紅 A&F 但其實他在賣的東西 我們一起回戴二十幾列截 去到八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有個牌子 已經開始做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是賣Polo shirt 有一百個顏色 另外就有很多的卡奇扯褲 那些Chino褲 那些就是Polo 二十幾三年前 其實Polo某程度上就是 開始了美式 American Casual 那條脈絡 還有那種做生意方法 在Polo之前 是不會有人貼狗線到一個款 一件沒有款的Polo 加一隻 馬也好 狗也好 什麼狗也好 總之就是加一顆東西 然後就出了一百隻色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孟特嬌算是這樣的 孟特嬌出的色少 孟特嬌出的色少 孟特嬌會有些 詩質的料 詩質Polo 詩質Polo 詩質的法國 你的感覺上 孟特嬌貴了 孟特嬌在幾年前 曾經有紅心壯志 想打回香港的Fan 那之後呢 沒有 死硬 這個問題會不會成功 之後再抹之後 如果 他找到周伯豪雀 應該是OK的 即是他找到周伯豪做代言 我相信應該是 簡直是無枉的 如果A&F找周伯豪做代言 如果A&F找周伯豪做代言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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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應該不會找周伯豪做代言 他應該找一些 A&F那時候 一定不會找ABC 他不會找香港 他基本上不會找亞洲人 他是歧視的 你想想他這麼多年的廣告 有沒有用過黑人 他本身好像說 他那一輩廣告 都是學生 他是這樣的 那時候 應該是九十年代 尾那時候 他就開始出一本 叫A&F Quarterly 即是一季出一次 一本叫A&F雜誌 其實是鹹書 對 是一本軟性鹹書 他有大量的男男女女 但男多 那當然 因為他們 老闆是那路 六十路 不是那路 是另一路 是另一路 他標榜著大量裸體 Sex 他又不全裸 他會找一些帆船長 借著 有些是拿著 他因為銷售校園 你會看到一個大隻小 像麥迪棒一樣 拿著籃球遮住 那些 那麼開心 好像有些女星 現在很蠻紅的 以前都幫他做過 什麼Jennifer Lawrence 好像之前都做過 A&F的模特兒 那時候他出了一本 就叫做A&F Quarterly 就開始大量這些 Sex image 找了Bruce Webber 那些攝影師 很出名的 就走去拍 然後 那些人真的瘦 但他明明是晚三的 然後他就開始出一大堆 校園服裝系列 其實簡單來說 都是Polo 然後有他的綠仔Logo 然後就出五十個顏色 其實都是這樣 之後就有一大堆T恤 但二千年頭他流行 因為他玩了一大堆洗水 就是Vintage Look 你會看到當時那一堆 其實那時候我也有穿的 也有買 因為那時候真的見紅 還有那時候真心覺得他漂亮 因為市場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東西 就是你Polo 正正常就是一件Polo 它全部洗到 爛爛了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是很流行爛東西 那時候就算香港做 都是專門出這一堆爛衣 我看到那一段日子是 什麼冷的衣服都是難用的 那時候ISU也是出爛衣服 那時候也是出爛衣服 全部東西是玩勁洗水 好像你在古著舖 買了十五年前的軍套 特地洗殘他的那些東西 剛剛入行就是學做 洗水就是做這些 我還記得我特意在ISU買了一件爛衣服 是爛爛了 你修補它 我媽媽問我為什麼買了一件爛衣服 又幫他補回她 又幫她補回她 為何第二招起身後 會變回到完好的 又補回她 直接很不開心幫你勾回 整個晚上勾兩回那件事 那時候就是做了一大堆爛的短褲 可能都有印象 那些筆袋的軍短褲 殘殘舊夠正 整條褲的口磨得爛了 然後還有一大堆鋪路 也是這樣 他就撞進去脫衣服的形象 總之不知為什麼 又是可能在鬼佬特別流行 鬼佬可能mage一點 我真的抽 鬼佬是特別喜歡穿爛衣服 你試試找找誰 撿頭去 撿頭去行不行 真的不行 黑衣 但我是有問過大陸的人 對爛衣的看法 A&F當年他把這個爛衣的事件 發揚光大 全世界都穿得爛了 然後那時候 我經常上大陸做事 有跟大陸的人說過 他看到這件衣服爛穿得爛 哇搞瘋子 他不是說 這些港的衣服爛穿得爛 就是吊咬我們 我們跟他說 這件衣服爛穿得爛 這件衣服爛穿得爛穿得爛 然後又要做到 哇 那些東西要穿了洞 那些T恤 那些T恤 很地地 一件T恤 磨了 對 找過那些打磨的機 磨到那條舌頭爆了 然後還有那些T恤 是故意找一些針 捉到一個洞 好像被蟲鑄了 當時我問那些大陸的人 他們是完全不接受 因為他們的解釋是什麼 跟外省民工穿的藍衣 是沒有分別 那些人想剛纖 他不想外省民工 那不同 因為他們是發展中國家 應該這樣說 其實當你的皮膚和膚色 都是處於那種民工 民工黑的感覺 跟你一個白人 跟你一個白人 本身的樣子是很乾鮮的感覺 他穿一群冷衣是兩種 白人就算他是黑衣 都是比較乾淨的 你那些是特朗普 是不是 我覺得白人不是 我覺得法國人是 法國人就算是 滾了地衣 都是乾淨的 都是乾淨的 這個對 其實你們跟那些吃羊腸 網女有能分 屌你 我想說回那時候 最有在瘋狂的 我們是有出些底褲的 專家弄懶的嗎 洗懶的 洗懶的底褲 變得就是磨爛了它 對 禍到看到橡筋走出來 洗到它好像穿了幾年 最後結果 你知道什麼 一條也賣不出 有個抱 A&F都沒有出過過爛底褲 因為滑水 他的底線就是他不出爛底褲 但是我們覺得所有東西要盡 推到盡 就是爛襪 爛底褲 是 曾幾何時 A&F是帶領了潮流 其實也是 其實近年都是 近年 Kind West那些東西都是 那些爛東西 那些爛東西都是源於 那些爛熊熊衣 其實是 那時候A&F勁在 就是他除了那堆衣服 真的爛得來 至少大家沒有什麼 怎麼見過 其實他的idea 是來自小牌子 那時候都知道他抄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們 都跟他有做事 見過office 那些 美國的office 在鄉村裡面 有大大小小 一二百間 那些木屋 一個木屋 就是office 然後他門口 那些警衛 都是你不穿警衛衣服的 都是穿爛天水爛牛仔褲 他們只是拿著籃球 是不是 拿著那些 人家打的那些 那些網 那些都遮著 然後他們在那邊 我這邊有眼光 你有沒有籃球 那一個 很厲害的就是 美國的那種企業文化 其實那一盤東西 純粹是 資訊牛仔褲和 Chino 就是他洗到 連員工都洗掉了 一天三叉在裡面 然後 日日對來對去 都是籃球 蛙艇 佛木 那些 然後 裡面 基本上 跟見到A&F的店舖 是沒有分別的 那些爛木 搭出來 後期可能整陣味 都一樣 我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 就頂不住 在office裡面 那個廢爛了 或者是 那個臂已經沒有爛了知覺 跟著自己 開音樂 可以開的 打招牌聲 Office 他把整套東西 compy回到店舖 店舖 又有一堆爛木 然後 一大股味 然後 就會有 打招牌聲的音樂 最重點就是 他請了一大班 他說得明白 只是請白人 要高高壽壽 然後那些女兒又要比別人漂亮 又要肯露 那時候在A&F Las Vegas那些店舖 那些女兒穿著BRA TOP 跌了半個球出來 然後走來走去 穿著拖鞋走來走去 還要穿兩批街 是怎樣呢 她為了營造那種休閒的感覺 她不批理你 我懷疑是不是因為我是黃種人 所以她不批理我 還是不批理我 她真的不批理你 你叫她不批理你 這麼不批開心 你問她 我想問這條褲子 應該是32馬就批理你了 她看著著另一條白人仔 指著另一邊的貨架 我們應該是齊色齊馬同一款 搬走了她都不理我們 應該要試一下 她玩那個情況就玩得好像很扯 很批型 那你那一刻有沒有想搬走這條女兒 當然想 只是想就地蒸發 因為真的是索的 她全部售貨員都選過了 但是 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那個老闆那時候是講得明白的 她的女裝衫好像出到中馬就不出了 在她最紅的時候 還有那些女裝衫 你批得好像一條腸一樣 很批的 她的老闆只是講得明白 我們那些衫是做給 漂亮的 瘦的 身形好的人 你如果穿不到就買了 然後又被人告過她 又屌察她 說她是歧視肥人 然後陳幾何時她說過 她是全條拉她不會 carry 黑色的東西 真的嗎 她說她不喜歡 black 因為這樣的原因嗎 就不要黑色 她不喜歡 black的意思就是說 她不喜歡黑人 之後也不喜歡黃種人 Asian 但是她有出黃色的 她可能黃色不代表Asian 她可能是半龍門 所以其實她當時 真的一爆出來那一刻 是很厲害的 是的 你做到很多聲音 等等 但是你慢慢穿得多 你就會發覺 還有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香港那時候 去香港開店的時候 去煲老行 但其實我自己 我當時自己觀察所得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 買anfd 那時候其實已經過了 因為其實已經過氣了 她只是想找個門檻進大陸 其實我們之前有些聽眾留言 講開anf 他們都說 anf最紅的那段日子 她又不來香港開店 到你真是over the top 過了的時候 你才來 其實是有原因的 在她最紅的時候 她的老闆真的串到 混蛋 你知道我們剛才說的 歧視 肥人 有識人 另外她也歧視 美國以外的市場 她之前是說得明白 屌你了嗎 我是不會開 在美國以外 哪些地方是會開店 不會的 即是說得如何如何 很厲害 的而且當年她的生意 真的夠洋區 有大大夠錢 那時候是人們水貨買回來 香港買的 大協了一堆賣水貨的人 還有第一代網購 還有在花園街買假的東西 出口店 費量 你有沒有買過 有 你真的有買過 因為那時候知道 很多那些貨 其實是大陸那些廠 整批貨擠了 可能有少少 defect 那她擠了之後 都會把花園街賣掉 因為那些出口店 那些廠佬 做了一些貨 譬如說一萬件裡面 又要變一些 又要變一些 又要舔了 又舔了 又舔了 只不過是打粒草 打錯了 一屎 你不屎人 總之 可能一萬件裡面 有五百件舔了 這樣就被人拒絕了 拒絕了那些貨 你可以買去哪裡 有時候可能簽了條款 就不給賣的 但可能她說三年內 你不能賣的 即是出口店的貨員 為何你不會見到積貴的東西 可能三年內不能賣 就在那裡賣擺三年 又或者找不到地下渠道 出賣了去 到了一段日子之後 其實會有一些收stock貨的人 即是有些 真是收賣佬 跟你的衣服是斷近程 即是可能 你多少條牛仔褲 或者你看是甚麼 如果是牛仔褲 或者褲那些好些 每一搭 我就給你幾十元 即是你基本上 成本都拿不回來 叫做執回全倉費 然後T恤就可能更糟 真的逐磅計 他們收盡完之後 他們回去自己就會short out short out完之後 通常下到香港出口店那些 是一些好少少的東西 你會見到有A&F 有時候有些J.Crew 不過這件事很久了 很久了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這件事 如果翻完街還有沒有出口店 石果緊泉一兩間 應該是有 但是那些出口店 基本上去賣的衣服 就算你看到有些有牌子 都是假的 它都是假的 即是再自己剪牌 剪了一個假的牌 沒錯 我之前在那些出口店買過 康迪格桑 我都買過 哈哈哈哈 最後拿來睡覺 很囂張 即是 今次我都買過一件Burgerry 現在應該真的沒有什麼真東西 現在已經很少這件事 香港真的很少 因為已經沒有市場了 以前你去出口店買 可能8-23元買一條A&F短褲 是有機會撿到 是的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但現在你去Uni-Clone買一條短褲 都是一百元 我用來幫你買 用什麼 你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致牙物質 所以拒絕 那時候 一人做就了 亦都有一班出口店的人 做了這件事 證明什麼 他那時候做的貨量 是很大的 真的很厲害 但可惜就是 去到一段日子 我自己當年可能穿了一年兩年 我真的開始有點嫌 其實那套子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 你也是買那件Polo 一個T-shirt 其實Polo我一向都不喜歡穿 他穿那個T-shirt C-C-C-Polo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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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然後去搓救我 神經病 神經病 那時候 你見到就是來來去去 都是那幾個Logo 一是A&F 一是Arpocrome B&Fitch 一是92 還有那些鐵布 爛鐵布 一大堆章 鐵布 貼收花 然後T-shirt來來去去 都是這樣 就算買到十隻顏色滿了 都是這樣 都是一堆T-shirt 你已經驗了 好像你的短褲 其實來來去都是 Chino Cargo 冰袋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馬佬可以一輩子都穿過 他還可以告訴你 每一季的Difference 但是我真的接受不到 那麼無辯 於是就離棄了他 你那時候也有穿駕鑄 但我比你更穿不到 我的身型 你知道 我穿夢實Q 就穿到 肯定? Burt Paddy 你有沒有穿過類似 美式Casal類的東西 爛 爛 爛衣類 我想我很少 你有沒有買過Polo Gab 沒有 A&F Olevy 都沒有 Pommie Hilfiger 還有什麼 Pommie Hilfiger AO給我 American Eagle 都沒有 如果真的買 真的沒有 因為其實很簡單 對 你有沒有買過 應該這樣說 因為其實這一類衣服 在我的眼中 我會覺得 不是人穿的 你說 很basic 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衣服 還有 我自己本身的打扮 我是搭不到 除非我有一段時間 是狂穿爛東西 但如果我自己穿爛東西 其實我是偏向了Walk那邊 多一點 其實你又去不回NF這一堆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買過 還有他們爛了幾年之後 爛了幾年之後 爛開始不流行 其實都知道糟糕了 A&F之後 全部的東西都乾淨了 現在已經說到 那些人已經是怕懶惹了它的Logo 你看那些Online Store 有時候會有些Outlet 以前是很少做到三折 但現在是做到三折 有時候都會看看 它有什麼買的牌子去到哪裡 我看大部分它去到三折的東西 都是因為有它的名字 其實現在 一出它的名字 就已經不行了 怕懶惹了 之前有人拍影片 買了一大堆A&F 四圍派給黑衣穿 黑衣 是呀 有類似的影片 所以它跌得比其他牌子更慘 它現在已經近乎 如果你在我眼裡就已經半死了 反而你說Gap 它就沒有撕過很大的內容 除了九十年代初 應該這麼說 Gap的感覺 跟A&F有一點不同 因為在我的眼中 乾淨 A&F我覺得你在裡面 其實它有很多基本的東西 但你會覺得這間商店 不像是買一些基本的東西 好像懶惹 對,好像有一點懶惹 拿著一盤基本的東西懶惹 但我去Gap 我真的找一些基本的東西 它又真的找一些基本的東西 它也不會多 即是很切合它的形象 它不會多也不會少 譬如我想找一件Pocket Tea 它真的有這麼多款的Pocket Tea給我 我希望沒有Logo 它就真的沒有Logo給你 我用來自己配搭配搭 是OK的 但A&F你就混蛋了 它一定有 它可能會有Logo 你會再找 你會發覺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不去Gap 找我想要的東西 都對 其實UNIQLO 某程度上 那個模板 是Gap的模板 提供一些最基本的 但它確保有質素 但是 如果A&F的模板 其實是Polo的模板 最初我都以為 它是有機會成為 我們這個Generation的人 八七八十後的Polo 其實Polo 即是那隻馬的Polo 其實現在可能是五十歲四十多 五十多歲的人 會很喜歡穿 五十多歲的人 因為它們是那一代的東西 但是 最初我會覺得 A&F是有機會 做到這個位置 但現在它已經 它形象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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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開始會成為 第二代的孟特嬌 是的 還有它那個情況 就是Polo 和A&F 這些 這樣的美式 Casual 最後總結就是 其實它們用了 好像剛才Paddy說 用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拿出來買 但是做了一大堆 的Marketing廣告 然後就好像迷惑到你覺得 包裝自己 總之你穿我這件Polo 就比穿他那些 但其實都是同一件Polo 對 同一件Polo 大家好 你們收聽的是 234Channel 新的網店台 234Channel 大家真的要聽聽 我也很想聽 我是誰 我是李建達 香港創作人 一份 今天 是 我 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